好,不管是在飞机场啊,一些这个火车站啊,或者是一些的转运站啊,我们都会看到有所谓的置物箱可以让大家,比如说行李不用拖来拖去啊,投一点钱可以放在里面比较便明,对不对? 台北街转运站里面的电子置物箱呢,现在被投诉说超不便明的,因为规定你30秒钟之内你钱投进去,踢啪,操作手术全部都要完成,万一你不熟悉的话,好,这个超过90秒你的钱就被吃掉了,现在被抱怨成了是A钱机器。 很多人拉客运到台北转运站,大包小包的行李,但是又想逛百货公司或台北车站,这时候你得先找置物柜 怎么用置物柜,当然不用教你,先放东西,接着按下柜号 投钱 但这时候你的动作得加快,因为超过90秒没有完成付费手续,你的钱会被吃掉 萤幕上的时间到了,钱没了 那有人就一分钟可以拿换到钱呢,因为身上的零钱有时候要找都找不到,我觉得很麻烦 不止于时吃钱,置物柜还有不退币,不找零的不人性化限制 如果身上刚好没有铜板,除非你有本事,在90秒内换好钱,否则一定得面临被吃钱的命运 业者解释,因为置物柜放在公共场合,为了方便下一位使用者才会限制多多 尽管使用说明上有用小到根本看不到的标语,提醒民众30秒内要完成付费动作 但单单是找服务台退费这档麻烦事,已经先让置物柜辨明初衷 大打之口,中线柳正,台北采访的 谢谢大家